广州恒大客场三球横扫天津太达,收获三连胜的同时,打进12球起零风对手,这只新日的中超霸主拳土重来,依靠着强大的进攻端火力, 卡纳瓦罗帅对征战中超第八冠也有了底气,其中在度回归球队的保利尼奥,上演没开二度的同时还助攻了高拉特大线锁定胜局的关键进球,他是这场比赛恒大能够赢球的最大功臣,此一,广州恒大在客场挑战千金泰达,随着亚运会的开拔,中超U23政策也做出相应调整,因为恒大有多名U23球员入选国家队, 因此本场只需要一名U23球员首发即可,而在这场比赛中,卡纳瓦罗对于球队并没有做出太大调整,更寒闻随国家队出亚运会,杨丽玉获得首发,而高林则在替补习后命,在上半场前40分钟,两支球队去未取得进球,就当球迷认为上半场没有进球时, 宝利尼奥挺身而出,三分钟狂轰二球,展现了巴西球星的实力,这是第42分钟,张宁鹏后场送出长船,皮球精准着找到进区前沿的宝利尼奥, 后者闲射胸部将皮球卸下,随后一脚进射将球打进,宝利尼奥用精彩的停球加射门,让球迷看到了不一样的他,然而仅仅两分钟后,广州恒大获得了前场左路的脚球机会, 宝利尼奥朝将皮球开向门前,宝利尼奥高高乐器完成甩头轰门,皮球阴伸入网,这一次的进球堪底,2015年是巨杯,对着墨西哥美洲队的那次投球攻,门,同样的没开二度, 只不过这一次不是绝杀球,但同样具有很深的意义,作为巴西队的现一锅脚,宝利尼奥回归恒大让人意想不到,甚至不敢相信,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回归中超,回归那个让他完成梦想的地方,卡纳瓦罗如今拥有着这样的世界级球星,真的是睡着了都会笑醒, 而宝利尼奥回归球队,更是状态爆棚,三场比赛贡献三粒进球,以及一次助攻,一人独造四球,丝毫不许塔利斯卡的五粒进球, 更为重要的是在三场比赛中,广州恒大打入12粒进球并且零锋对手,而没有了要爱金英权的拳华班防线,有如此出色的表现,真的应该感谢宝利尼奥在比赛中的默默付出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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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